Bochain Automation Framework 那么Bochain Automation Framework 之前在我们Happare在香港的Meta活动里面 曾经做过一次 然后反响非常强烈 大家觉得这东西 对大家平时的生产级别的区块链部署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尤其是里面的一些用到一些比较主流 并且广泛使用的一些开源框架 那么也有感于上次的那个 很好的一个用户反馈 我们这次呢 就是我们来自艾森泽的区块链和多方系统的朋友 以及我们的张博士 这再次用特别专门以中文的语言频道 来再次做一次这个Bochain Automation BAF的一支简介 那么区块链自动化 关架是一个HyperLedger的Labs项目 现在处于孵化的状态 然后欢迎大家试用 提to request 会给一些反馈issue 或者是review的一些意见 那么这次我们 那我现在也感谢大家 然后现在我觉得将时间交给我们婉婷 谢谢 好的 谢谢 那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能通过超级账门这个平台 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这个区块链自动化框架这个项目 那我是黄婉婷 我是艾森哲区块链 还有多方系统欧洲市场的团队经理 那目前我在法兰克福 主要负责德语地区 还有欧洲一些跨国的项目 那我在艾森哲大概将近十年的时间 最近四年呢 主要在我们这个区块链 还有多方系统的这个团队里面工作 负责项目的一些解决方案 还有一些交付项目的实施 那今天还有我们来自一个 伦敦办公室的同事来运袭 是我们区块链的技术专家 运袭来介绍一下子杰 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 我是张英希 我是一名技术架构师 目前就职于艾森哲伦敦柔性工作室 那么我在艾森哲已经工作了四年了 那么自从加入艾森哲以后呢 基本上我所有接触到的项目 都是和多方系统 或者是区块链 或者是和DLT相关的一些项目 所以同时呢 当Buff在艾森哲 还是一个内部项目的时候呢 我也参与了一些开发 那么今天很高兴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和Buff相关的一些基础的一些 技术架构的信息 那么同时呢 我们今天还有shownec 它是我们的这个Buff的 原代码的主要贡献者 和那个维护人员 主要的维护者 那么如果有任何细节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如果我们这边不能回答的话呢 shownec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回答 那么shownec的话 它是不会中文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英文和中文的一个翻译到时候 好吧 那么这些取决于什么样的问题 好吧 话筒直接交回给方婷 好 谢谢 那今天我想先从那个区块链整体的一个趋势 说一下我们埃森哲的一些观点 还有我们怎么样看这个领域的一些发展 还有变化 然后说一下我们为什么开始做这个区块链 这个自动化框架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blockchain automation framework 想运行 刚才说的 我们可以以后简称为Buff 还有我们怎么样做了开源的这个决定 那最后会有一个Buff的演示 然后当然有一些预留了一些时间 可以给大家做一些问答 那好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我刚才想说的这个关于企业合作模式的一个改变的 整体一个趋势 那第一先看一下 第一这个点对点这个线性模式 这个我们已经在这个模式里面过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就是比较传统的模式 主要强调的是企业内部价值的实现 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右面这个句子 主要说我对产品的服务 对产品或对这个服务的使用 然后我怎么样实现我组织或者企业内部的一些价值 那第二个呢 这个是平台模式 我猜在中国呢 可能从90年代开始啊 这个电子商务的发展很快 然后我们也会看到 有很多是围绕建立各种多功能平台而展开的 那这些平台呢 大部分都是一个由单一的组织推出的 那主要是通过他人或者是大家对这个平台的使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那现在我们进入的一个新的阶段 就最后这一个多方系统的这个模式 因为这个阶段我们主要 注重的更是这个共享平台的使用 还有这个大家共同价值的实现 那我们如果看右边呢 就会发现这个这些代词的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通常说的一个新的概念 叫这个多方系统 当然这个区块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啊 技术来实现这个多方系统的价值 但是我们更想从一个价值实现的角度 多方系统价值实现的角度啊 共享价值实现的角度 而不是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开始各种这样的讨论 所以我们呃非常关注在这个新的生态系统中 怎么样创造这个共享价值 并且实现共享价值为这个最终目标 所以我相信以后我们也会听到更多 关于这个多方系统的这个概念 呃我也想顺便提一下 我们爱森珍每年会发布最新的 这个技术展望的报告 那在2021年 2021年这个技术展望报告里面 有多方系统也被列为 未来的这个五大科技趋势之一 那比如最近因为疫情的一个需要 呃不光是在中国 那在在包括在欧洲也非常的明显 那政府还有企业 都对于很多相关的人员和相关事务 改开展这些调动工作 但又同时要保证 那个人隐私怎么样不被泄露 呃然后这些要求在传统科技下 其实是比较难实现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曾经被认为 原水救不了近火的这个多方系统 或者区块链技术 在很多的领域却救了这个疫情的近火 那我们如果下一页看呃这个呃 呃区块链项目这个大趋势呢 就是有很多之前在 跟讲概念验证阶段的这个项目 现在都进入了生产阶段 然后还有一些解决方案呢 已经完成了彻底完成了这个工业化 已经开始进入大量的应用 但是还有很多就我们正在做的项目 也还在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进程中 然后在做了一些这个区块链的项目以后 我们发现几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问题 组二这个新技术落地 呃比如第一个就是很多的资源 都很难实现重复使用 每一次开始一个新项目 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开始重建 又比较耗时 而且呢程序比较复杂 呃这里可能有一些在区块链 领域一些大拿已经比较熟悉啊 其实在呃开发区块链的这个项目里面呢 开发应用程序包括写一些链码 其实都不是最难的部分 呃从我们一些交付的经验上面来看呢 通常一个区块链的开发项目 有大概10%到20% 所有的那个开发工作 其实都花在了区块链的网络的启动和管理上 设定不同的节点啊等等 尤其是你还需要处理一些 比如防火墙啊 还有更大更其他更复杂的这些情况的时候 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市场上是出现了一些解决方案 但这些解决方案的重点呢 更是抓住了某个特定的比较小的市场 所以在在这个我们试图建立新的生态系统的时候 反而又出现了一些供应商的锁定 然后这个反而是和我们的初衷是冲突的 所以我们想尽量避免这种供应商锁定的这种情况 然后最后除此之外 我们还看到 呃一个一个一个风险是选择不合适的一个技术平台 那或者是某些企业对这方面有比较大的担忧 呃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缺少这个 尤其在区块链那个领域里面缺少行业标准 还有这个所谓的最佳的实施范例 所以我们想在嗯开发区块链这个参考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我们发现这个一致性其实很难实现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诠释 所以我们就开始想我们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能更快的加速这个呃 区块链这个项目的呃 这个这项技术的这个落地 对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这个嗯 Buff项目的初衷 所以下一个像大概四年前 我们开始在内部做一个区块链的一个参考架构 嗯所以当当我们看 比如给客户来交付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那所需要的所有跟这个区块链有关的这些功能 还有相应的服务到底都是什么 那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区块链的一个参考架构 这个在我们后来跟许多客户的交涉啊 还有产品开发计划中啊都使用了它 然后反馈也非常的好 那现在这个参考架构也是整个Buff 这个开源项目的一部分 然后后来我们就继续看我们怎么样呢 更大程度上实现这个区块链这个开发 还有网络部署的这个一致性 嗯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加速这个网络部署的这个工作 让所有人都更容易的能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理论的参考架构变成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做这个Buff这个代码这一部分的开始 然后这我这我还想再加一个比较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之后发现 已有了这个代码能做这一切自动化 包括自动化网络部署的这个远远不够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要把它做成开源 因为我们其中一个最大的初衷就是 想解决企业对这个IP还有知识产权的这个分歧 特别是在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生态系统联盟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瓶颈是非常真实的 嗯如果这个大家在这个行业的时间有长 有参加生态联盟建立的人就会知道 真正达成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协议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区块链这个松化框架这个Buff 并不是试图建立新的壁垒 而是真正想试图加速这些工作 还有加速这些讨论 如果我们一直陷入啊 对谁来拥有这个这个代码的知识产权的话 其实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加速的这个实施 而是阻碍了我们这个 而是阻碍了这个这个事情的推进 所以我们想通过把Buff相关的所有的资源 还有代码都放入这个开源社区 是我们的知识产权化这个问题大大的减化 所以这我们并不是试图商业化这种 只能试着让大家对这套代码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权利 和埃森之内部一样的权利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对这个代码做你自己的贡献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拿去这个 在你自己的应用里面去用 然后运行 那所以简单来讲呢 那Buff就是一个自动化框架 它可以我们的目的是让快速的 然后一致性的 然后安全的部署生产级或者是说工业化的这个区块链的网络 所以呢我把它简单化来讲呢 它就是一个单一的配置文件的输入 然后你在这个配置文件中 你可以选择你所有想设置的 比如区块链的平台啊 它们的版本啊 然后你想选择的这个共识机制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络化的细节 那这个单独的配置文件呢 就是你进入这个Buff的一个输入的自动化的开始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把你这些具体的要求 部署到你所选择的这个云里面 所以现在我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商业化的我觉得优势啊 使用Buff的这个优势 我想提一下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原则 就是这个基础架构的云独立性 所以我们想要让这个Buff可以在任何任意的云上来运行 不管你是 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 甚至你可以在本地的一些那个infrastructure上运行都可以 所以这就取消了一部分的 对这个云的选择性的这个依赖性上 那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重点是在生产和维护上 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生产级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呢 意味着我们可能通常会很经常的需要改变你这些网络的设置 那也要跟上新的业务的对这个区块链的你所设立的这个网络的需求的改变 那新的生态还有新的合作伙伴的关系是怎么样改变的 然后你就能能在你的网络设置上来做同样的配合 比如有联盟里面有新的成员的加入 然后联盟内部的治理关系有一系列的改变 我们都希望这一系的改变都是通过代码的方式 而不是一个通过手动流程的方式来管理 那当你实现这个区块链的这些基础设施通过代码化的管理 那你当然也可以更多的信心 你知道每次我来run这个一次得到的结果是肯定会一致性的 所以呢网络可以一种更安全的方式 跟着你的业务的需求更快的发展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更容易的扩大你现在的联盟的一些参与者 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两个对我们商业实施的角度来讲 很重要的两个优势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把话题交给云西 然后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Buff里面具体的一些技术框架 谢谢婉婷 谢谢婉婷 很高兴可以和大家讨论一下那个Buff的一些技术架构的一些东西 那么在叙述Buff技术架构的一些话题之前呢 我想再稍微讨论一下目前现有云服务 他们可以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 那么就像我们网络刚才所说的 我们看到有构建一个特定的一个DLT的一个平台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即使是对于那些有很多经验的那些工程师 或者是运营人员 如果他们对于这些新的特定的这些DLT的平台 如果他们不是很了解的话 那么当他们第一次去碰触这些平台 并且想要快速的构建一个新的DLT的平台 其实会花费他们很多的时间 那么这些时间可以从数周或者到数个月不等 那么除了艾森者以外 其实其他的云服务商其实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些云服务商他们也提供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一个比较特定的一个解决方案是 像亚马逊云或者是微软云 他们提供了自己的blockchain as a service 那么翻译成中文就是区块链技服务的一个功能 那么使用他们这个blockchain as a service简称Bus 如果使用这个Bus的这个功能的话 其实你可以很快的构建一个特定的分布式账本技术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他们提供的这个解决方案 其实还会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缺陷 那么第一个明显的缺陷是 每一个云服务商他们现在提供了这个Bus的服务 其实并不是很多 比如说亚马逊的话 他可能只提供了一个Bus的平台 微软云的话到目前为止可能也就是一个或者是两个 那么并不多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于用户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其实并没有很多的选择 如果他们想使用Bus这个功能的话 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晚天也提到过的一个互操作性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目前为止 如果即使使用这些云服商提供的这些Bus的这些功能 构建一个同一个类型的一个DLT的平台 那么当这个当两个不同的平台 如果他们是运行在两个不同的云服的一个基础 供应商的一个基础设施上面的话 其实他们是不可以互相操作的 那么这其实是并不利于一个多方系统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实施 那么从这一点说呢 Bus其实是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Bus目前支持六种不同的DLT的主流平台 那么第二个是如果使用Bus的话呢 Bus是要求用户 首先要设置底层的一个基础设施 然后呢在底层的基础设施上面 用户需要构建自己的Kubernetes的一个集群 那么Bus呢 其实是在Kubernetes的集群上面 在构建相应的DLT的平台 那么因为Kubernetes集群之间是可以相互通信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确保同一个DLT的平台 当他们构建在不同的Kubernetes上的集群 集群上的同时 即使底层的云服务商的基础设施是并不一样的 但是从DLT的平台来说 它的互遭受信是可以被保证的 那么这两个是Bus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其实解决了云服务商目前给出的解决方案中一些不足之处 同时如果我们使用Bus的话 其实从DLT的平台的构建的速度来说 它也大大缩短了那个用户的开发时间 可以从数周其实可以减少到数小时 甚至是几分钟 这样的话呢 其实给予用户更多的时间去考量 当企业用户或者是个人用户 他们要选择一个特定的一个DLT的平台的话 他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下 到底哪一个DLT平台是适合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商业需求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稍微说一下Buff的一个基本应用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Buff其实是要求用户是必须构建自己的一个 底层的一个基础设施 包括一个Kubernetes的一个集群的 那么Buff所要做的是在这两个层面上面 搭建一个DLT的平台 那么用户需要做的是快速的配置 快速的输入一个配置文件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呢 其实是一个YAML的一个文件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建制文件 那么在Buff里面呢 我们已经提供了所有的一些属性的一些建 那么用户呢 只需要提供相应的一些 具体的值给这些建 那么确保Buff可以很快的确认到这些 这些建制的信息是正确的 那么从Buff的一个架构考量来说 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原则的 首先第一个是 我们的Buff的一个参考架构 它是拥有的一致的方法论 那么刚才婉婷其实已经展示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框架 Buff其实是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面 逐渐实施的 那么第二个是 它是独立于任何的一个基础架构的 我们并不要求用户使用一个特定的云服 用户可以选择使用亚马逊云 可以使用微软云 或者是使用其他的 比如说是阿里巴巴云 只要在这个云层面上面 可以构建Kubernetes的一个集群 那么原则上面 在使用Buff 在Kubernetes的集群上面 构建一个新的DLT的平台 就可以进行通信 同时用户甚至可以在非云平台上面 那么同时用户可以在非云平台上面 构建自己的Kubernetes的一个集群 那么同时在Buff的一个架构上面 我们也考虑到了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那么通过把所有的系统进行模块化以后 如果在今后 如果Buff的这个社区 因为它是一个公共的社区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参与者进来 如果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大家觉得有更多的功能 需要应该加入到Buff的框架里面 其实是可以很快的 以模块化的形式加入这些新的功能的 然后是安全性设计 安全性设计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么我相信在所有的生产环境中 安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那么当我们在构建一个特定的DLT的一个平台里面 每个DLT平台 其实它会有自己相应的这些密钥 那么所有的这些隐私性的信息呢 它应该被存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场所 而不应该存放在一些原文件或者配置文件中 那么这一点呢 在Buff的一个构建中我们也考量到了 那么在下一页那个slide里面 我会介绍是哪个构建 那么最后呢 Buff它是一个开源的一个组件 那么我们提供了一个Apache 2.0的一个许可 那么原则上面任何人都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我们的Buff的这个框架 或者并且任何人如果觉得他们可以贡献自己的知识 反馈到Buff这个框架里面 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如果现在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个开源的这一块的话 Buff首先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文档 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专用的一个网站叫read the doc 那么在那个网站上面 用户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 如何使用Buff的一些细节的信息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是工具简化 在Buff中呢 我们其实使用了不少和运维相关的一些工具 但是当用户在使用Buff的一个过程中 其实真正使用到的工具其实并不多 因为很多工具其实已经被自动化了 那么我在接下来的APP里面 我也会进行讲述 那么对于这些工具呢 它们都是一些通用的工具 那么那么并不会阻碍用户把Buff 如果想引用Buff到他们的目前的生产环境中 不会有太多的障碍 同时Buff它是基于Kubernetes的一个集群的一个特征 那么所有在Kubernetes上面进行构建的一个DOT平台 最终会以容器化的一个形式出现 然后是一个自动化部署 那么我们知道Buff的一个主要功能 其实是完全自动化整个DOT平台的一个构建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任何人员的一个参与 可以降低很多这种人员的一个维护成本 然后还有接下来一个是一个防控策略即代码 那么在Buff中呢 我们建议每一个企业用户 至少建立一个DOT平台的一个节点 那么如果企业用户愿意的话 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节点下面 生成新的这些子节点 那么当我们在讨论一个多方系统的一个环境下面 同时我们一般会讨论有多个企业 会参与到整个的一个系统交流过程 那么每个企业其实他们 每个企业用户其实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配置文件来 来确定如何对于其他的企业 如果他们想访问自己企业的那个节点 是不是允许 那么这一点在配置文件里面是可以通过配置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提供了一个供应链参考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呢 主要是用来帮助用户测试 如果使用Buff构建了一个DLT的平台 这个DLT平台是不是可以正确的使用 或者说他是不是已经完全设置完成了 那么如果用户使用过一些基本的一些DLT平台的话 其实有些平台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那些命令行的操作 用户可以其实通过命令行来确认 一个DLT平台是不是构建完成了 那么但是呢 从用户交互性的角度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那么在Buff里面呢 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个供应链的参考程序 它是一个基于web网页的一个程序 那么用户可以通过浏览这个网页程序 这个网页程序 然后会自动的和底层的某一个特定的DLT的平台进行交互 然后告知用户这个底层的DLT的平台 是不是构建完成了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会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Buff里面用到的一些组件 首先第一个组件是Ansible Ansible的话在Buff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件 它可以说是我们Buff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引擎 那么Ansible的话 它是一个管理系统和软件配置的一个自动划工具 在Buff的话 我们其实使用了一个Ansible的Playbook 它是一个文档 那么在这个文档里面 我们其实已经预定义了一系列的步骤 那么这些步骤可以用来构建不同的DLT的一些平台 所以说用户需要做的是运行这个Ansible的Playbook 一旦这个Ansible的Playbook运行以后 然后用户完成了这个文件的配置 Ansible的Playbook会自动读取用户的配置文件 然后进行一系列的那个DLT的平台的一个构建 那么第二个主要的一个组件肯定是Kubernetes的一个集群 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Kubernetes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 接下来的话是GitOps和Flux 那么这两个工具的话主要是使任何对于在Kubernetes集群上面 如果有任何对DLT平台的有任何的更新 这些更新会立刻被Flux和GitOps读取 然后他们会自动部署到底层的Kubernetes的一个集群上面 所以说用户并不需要自己去手动的更新这些DLT平台的一些更新 所以GitOps和Flux从某种角度来说提供了一部分的CICD的一些功能 接下来的话是HashCorp Vault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所提到和安全性相关的一个工具 那么这是一个第三方的工具 它不锁定于任何的一个云端的一个服务商 所以说对于每一个企业用户来说 引用这个HashCorp Vault应该不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那么当时用HashCorp Vault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用它来存放所有和DLT平台相关的一些密钥信息 比如说令牌啊比如说证书 然后第五个是Helm Charts 那么Helm Charts呢一般是和Kubernetes Service是一起使用的 它是一个Kubernetes的一个软件包管理器 它可以使用户非常灵活的定义 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正确的Kubernetes Service 那么在Buff里面呢我们更多是用来定义 当我们要构建一个DLT的平台 然后他们是成为Kubernetes的一个容器化的一个形象 他们应该是如何操作的 那么所有的这些定义呢都是在Helm Charts里面完成的 那最后一个是AnyCloud 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不希望Buff被限制于任何的一个云服务商的一个基础设施里面 所以Buff可以被用于任何的一个基础 任何的一个云服务商 那么只要用户拥有创建底层的基础设施 并且在底层设施上面创建一个Kubernetes集群的一个能力 那么原则上面Buff是可以在这个Kubernetes的这个集群上面运行的 那么接下来再稍微说一下 我们的Buff是怎么样 关联到我们之前所谈到的艾森哲提供的一个架构的设计里面呢 那么在这张图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明显的一个区域 一个是蓝色的区域在左边 还有一个是绿色的区域在右边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右边绿色的区域 右边绿色的区域呢 它这边就是说明了 使用Buff之前 我们应该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 那么我刚才已经谈到了 我们需要使用底层的基础设施 它可以是云服务 也可以是非云服务 那么在云服务上面 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Kubernetes的一个集群 那么这两个完成以后呢 用户需要考虑到底使用哪一个DLT的平台 对不对 那么可以是Fabric 可以是Indie 那么Buff现在目前支持六种不同的DLT的平台 同时在系统嵌入的这一层面呢 我们看到我们使用了一个Ambassador 那么除了Ambassador的话的 在Buff里面我们还使用了另外一个Tool 工具称之为HAProxy 那么这Ambassador和HAProxy呢 它们是Kubernetes集群所支持的两种不同的负载均衡工具 那么它们主要是用来处理Kubernetes集群的一个输入 和输出流的一个控制 那么因为使用了这个负载均衡的这么一个工具 这样其实在底层上面保证了 每一个Kubernetes集群 其实是可以和另外一个Kubernetes集群 所相互通信 那么这样的话 同时也保证了上层的DLT的平台 可以和其他的 可以和另一个相同类型的DLT的平台进行通信 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还有很多的区域显示出 是由具体的项目来确认的 那么从这一方面来说 就是说艾森哲其实提供了这些考量 我们帮助了企业用户 我们提供了企业用户一些建议 就是这些方面企业用户是应该考量一下的 但是同时也说明我们的Buff是并不限制于 任何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工具 那么用户可以自己选择 在每一个层面里面使用什么样的工具 来配合他们自己的DLT的平台进行一个使用 那么这是右边的绿色区块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边的蓝色区块 最左边的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服务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首先我们使用了一个HashCorpVault 它是用来存放所有的和安全相关的一些令牌啊 证书 那么因为我们的Buff 它的原代码是存放在GitHub这个平台上面的 所以用户要使用我们的原代码的话 必须要使用Git这个工具来下载我们的原代码 那么第二个框架的话 是和DevOps相关的一些服务 我们基本上也已经提到了很多了 那么有一个没有提到的话 可能是和CICD相关的一些信息 那么当使用Buff的话呢 Buff其实是Buff没有提供任何的内置的CICD的一些工具 因为我们不希望Buff被限制于任何一个CICD工具 但是原则上面我们也建议企业用户 或者是个人用户可以尝试使用 适合于自己的CICD的一些工具 那么在埃森者的话呢 我们是使用了Jenkins这个CICD的工具 它可以进一步自动化整个DLT平台的一个搭建 接下来的话我会稍微讲一下 我们可以如何使用 我们可以如何使用Buff这个框架 来快速的构建一个Hyperledger Fabric 一个DLT的一个平台 那么用户需要做的其实很简单 用户首先需要填写我们刚才所说的配置文件 是一个建制的文件 确保所有的信息是正确的 因为当我们在当你运行Ansible Playboard的时候 Ansible Playboard在每一个步骤里面 其实我们是预定义了很多校验的程序 确保用户填写的配置文件中的信息 是适合于需要构建的那个DLT平台的 然后的话当你运行Ansible的时候 其实对于Fabric这个DLT平台来说 他会先从Fabric的官方下载一个 官方的一个Docker的一个镜像文件 下载完以后呢 然后Ansible Playboard会 会使用内置的很多的Helm charts 是和那个Fabric相关的一些Helm charts 所以说我们如果看这两个 两个区域的信息的话 其实很多信息他们是相通的 比如说当我们需要构建一个集群的 一个网络或者是多个剧情的网络 Helm charts里面其实定义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同时呢 在构建Fabric这个DLT的平台里面 我们同时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需要 快速生成一些渠道的文件 快速生成这些渠道 然后快速生成一些和证书相关的一些信息 然后我们要求每一个节点加入到这些渠道 然后他们必须要安装chain code 那么chain code的话在区块链的这个背景下面 它其实就是等同于智能合约 一个这么一个概念 只不过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 它在Fabric里面使用了 使用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词汇 那么同时生成构建Fabric这个平台呢 还需要做一些其他操作 比如说order service的一个生成 包括不同节点的一个生成 那么整个流程其实是非常的自动化 一旦Ansible这个playbook启动以后 用户确保配置文件都是配置是正确的话 整个流程是非常的流畅的 那么用户只需要 接下来只需要等待整个流程完成 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Fabric 给一个底层的DLT的一个平台生成了 好 概念的话就讲这么多 接下来的话 我希望展示一个我们Buff的一个 一个代码库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想给用户 我想给大家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当你使用Buff这个平台的话 你应该怎么样使用它 那么首先这是Buff的一个 它在那个GitHub上的一个位置 那么当我们看一下这个Buff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文件夹 还有很多的不同的文件 那么用户可以 其实可以省略很多的这些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很多的文档信息 你可以一个一个看 那么稍微介绍一下这些文件夹 第一个文件夹是Automation 那么当我们进入这个文件夹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Buff已经提供了一个 Jenkins file的一个参考文件 这个是在iPhone中我们如何使用Jenkins 将Buff嵌入到我们的CICD pipeline的一个过程中 那么用户可以选择使用他们自己的CICD的一个工具 那么但是如果想知道如何使用的话 他们仍然可以借鉴于这个Jenkins file 来理解埃森者是如何使用Buff的 接下来的话是一个Documentation的一个文件夹 那么这个文件夹其实包含了所有的细节的文档 那么用户没有必要进到这个文件夹来进行阅读 因为相应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read the docs的官方的网站 好这个是这个是一个fabric的一个网站 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Buff的一个官方的一个readme readme docs的一个官方网站 那么用户可以在这里逐一逐一看具体的信息 如何使用我们的Buff 好回过来以后呢 这里有一个examples的一个文件夹 那么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我们提供了两个 两个应用程序 一个应用程序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这是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程序 它可以帮助用户确认底层的一个 DLT的平台是否已经架构完成了 那么另外一个是和身份验证相关的一个应用程序 这个应用程序呢 主要是单独应用于Hyperledger Indie的这么一个DLT的一个框架 那么如果大家对Hyperledger Indie这个框架不是很了解的话呢 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一个用于构建 用于构建分布式的一个身份的一个DLT的一个平台 那么用户可以使用这两个不同的应用程序来确认底层的DLT的平台 是不是已经构建完成了 好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platforms的这个文件夹 那么在这个platforms的文件夹我们看到目前已经有六个不同的DLT的平台已经在里面了 那么这说明我们的Buff现在支持六种不同的DLT的平台 那么由于今天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演示主要是针对于Hyperledger Fabric的这个平台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Hyperledger Fabric这个平台 那么从对于每一个平台的文件夹来说呢 它的文件夹的这个整体的架构其实是非常的相似的 所以一旦用户理解了Fabric这里的文件夹的一个架构 其实当你们使用其他的平台的那个文件夹的话 你会看到非常相似的一些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hats 这个Chats的话它里面是所有和Kubernetes或者是HelmChats相关的一些信息 我们已经建议了所有的这些信息 他们非常的灵活 用户如果有兴趣的话 需要了解他们是怎样使用的话 你可以进去里面注意观看 如果你们只想使用Buff的话 其实也没有必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底层的原代码 我们先跳过Configuration这个Folder 我们待会会回来这个文件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Images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的话 它主要是存放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Fabric Docker的一个 它的一个镜像文件 那么在Buff里面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官方的 Fabric一个官方的镜像文件 所以说在你运行Buff的时候 它会自动从官方的 官方的那个网站上面下载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你没有看到任何的和Fabric相关的一个Docker的一个镜像文件 那么在其他的一些DLT的平台里面 可能会存放一些相关的一些镜像文件 那么这些镜像文件可能是我们已经进行修改过的 一些镜像文件文件 然后是这个Release的这个文件夹 这个Release的文件夹呢 它主要存放和GitOps相关的一些文件 那么由于我们现在是在一个Master的一个分支上面 我们就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提示 那么当用户使用我们的Buff的时候呢 他们一旦克隆了我们整个的一个代码库以后 他们可以创建自己的分支 那么在自己的分支上面 他们就可以存放和GitOps相关的一些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夹呢 是我们预定了一些一些脚本文件啊 这些脚本文件也会在Buff框架的使用过程中 会自动运行 那么同样如果用户觉得有兴趣 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实施的话 可以点进去看具体的一些信息 如果用户只想使用Buff工具的话 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查看这些脚本信息 好最后我们回到这个配置文件夹的这个位置来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夹里面 包含了一系列的那个Yaml的文件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么同时我们在Buff里面 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的一些配置文件 帮助大家理解 如果你要使用这个配置文件的话 你应该怎样放置正确的信息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快速的点其中一个啊 那么 那么稍微说一下 对于这个配置文件来说呢 每一个DLT的平台 它会具有一些相似性 在他们的配置文件中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配置文件 它可以被所有的平台一起分享 那么这样用户在配置这些文件的时候 不会有太多的疑惑 那么同时呢 每一个平台 它因为它有自己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在Fabric里面 它有一些自己特定使用的一些术语 这些术语呢 在其他的云平台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说 在用户在使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你们会看到一些相同的信息 也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信息 那么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下 这个配置文件啊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network的一个配置信息 那么它告诉用户你想配置一个 影响迅速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DLT的一个平台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是选用了一个Fabric的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同时给出了一个版本 那么目前的话 Fabric是支持两个版本 一个是1.4 一个是2.2 接下来的话是这个frontend的一个信息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告诉用户 你是不是想使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那个基于web的那个应用程序 如果你想使用那个应用程序的话 那么请将这个建制选为使用 那么接下来的话 用户可以选择说定义 我是想在我的kubernetes的哪个环境里面 生成或者构建我的需要的DLT的一个平台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是给出了一个dev的一个平台 那么用户可以选择 存放他们自己需要的一些信息 可以是dev可以是staging 可以是production 完全取决于用户的需求 proxy 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那个 互载均衡工具 那么在fabric里面呢 我们使用的是haproxy 因为ambassad的话 在某一方面并不支持fabric的使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haproxy的一个使用 那么用户可以选择使用haproxy 这样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信息输入流会通过haproxy 如果用户使用none的话 那说明所有的DLT的内部信息会在内部进行一个轮转 但是这些所有的呃输入输出流并不会出到呃你的底层的gubernetes的一个集群外面 呃 然后这里话这里话这呃这个ambassad post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小型的一个type 因为我们并没有使用到ambassad在这个文件里面 呃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retried count 呃在在我们的ensibu的playbook里面呢 我们会我们有很定义了很多的这些呃不同的这些步骤 那么有些步骤的话呢可能在运行的时候会产生错误 那么用户在这里可以进行可以定义一个一个再尝试的一个数值 那么可以保证某些步骤即使他们在他们在第一次第二次失败以后 那么在一定的数量运行以后他们会成功 那么基于时间原因呢我不讨论我不显示太多了 因为以下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和fabric相关的一些信息 那么接下来我会做一个很快的一个呃演示 但是这个演示的话其实是是说明我们可以如何使用bubble来快速的构建一个fabric的一个一个平台 啊那么那么当我在使用当我们在看这个演示演示的时候呢 其实他的底层的kubernetes的一个一个集群其实是已经构建好了 那么现在呃这个用户需要是做的话 他只需要快速的执行我们现在这个内置的这个ansible playbook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了当用户在运行这个ansible playbook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呃底层的服务器或者是必须因必须提供了ansible的一个环境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用户他很快的说我想使用呃这个ansible的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这个是buff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配置文件一旦用户输入以后我们会看到一系列的步骤会自动化进行 那么首先呢buff会非常快的帮用户安装flux 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呢用户是不需要自己去搭建自己的flux的一些一些工具的 那么如果用户看一下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们左边的这边信息的话 其实呃在ansible里面我们定义了一系列的一些呃步骤 然后每一个步骤呢我们都给予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名称 那么用户可以非常的看到其实每一个步骤都在执行执行哪一个 那现在的话我们去看到呃一些呃kubernetes一些呃命名空间已经被被成功的生成了 哦然后很快啊我们看到一些和CA相关的一些服务器呃也已经被很快的部署了 那么这个CA的服务器呢是fabric的一个比较专属的一个 一个工具 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呃相应的一些呃和安全性相关的一些文件也被生成了 那么如果大家使用过fabric的话构建如果构建过一些简单的用于 dev环境的工具的话其实fabric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方案用于构建一个dev环境来 构建dev环境的呃平台来说用户可以使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crypto gene的一个tool 那么对于生产环境来说呢fabric提供了一个呃和CA相关的一些呃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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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ker的一些容器那么在buff里面我们使用的是这个CA相关的一个容器 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呃fabric里面的一些odorus和ps他们已经开始执行了 那么这些概念也是fabric里面一些fabric平台里面一些特有的一些信息 然后我们很快看到channels呃渠道被建立了然后不同的节点加入到了这些渠道里面 那么这个渠道的话在fabric里面呢它主要是用来构建呃隐私性的隐私渠道的一个方法 那么当那么我们知道在一个多方系统里面有时候我们并不希望所有的呃所有的用户看到一些非常隐私的信息 那么渠道是fabric在fabric里面是一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工具它用来定义哪些用户可以看到一些隐私性的信息 这样可以保证其他的一些用户可以不需要看到这些信息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呃那个chain code的安装也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是说明呃呃呃那个 那个智能合约的一些文档其实已经已经被安装完成了 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chain code已经安装完成同时初始化开始 那么所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呢其实在构建每一个fabric平台的过程中其实都是需要到的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buff里面我们尽可能的使整个流程自动化 好那到这里为止呢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一个安装的一个playbook已经完成了啊 然后这边用户迅速的再通过一系列代码来确认是不是相关的所有的一些容器已经被配置完成 那么基本上就介绍这个演示到到这里为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你正确的使用了这个buff的工具的话 构建一个DLT的一个平台其实是非常快速的只需要几分钟 那么从一个使用的过程中用户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是 比较一些常见的问题是首先用户需要首先构建几层的基础设施 包括包括Kubernetes的一个集群 同时呢用户要非常熟悉如何使用我们的一个配置文件 一旦一旦这两个步骤完成以后 其实从构建一个DLT的一个平台来说其实是非常快速的 好 那么我这边就到这里把话筒交回给主持人 好的 感谢张博士和婉婷的分享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观众也有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有一些我Mark在在线回答 有些我这个文字已经回答过了 那么的话我们逐一个先来过一过这些问题 好 那么 好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对部署高达的成功案例 还有就是用Buff进行跨运的部署 那么我们相信这个问题之前已经回答过了 我们Buff是支持跨运的部署的 那么之前提到过有参考有供应链参考代码 我们之前今天的讲解里面有没有提到过这个 不好意思 再提一遍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的讲解里面有提到过供应链参考代码吗 其实是有吗 有 有 有 对 就是我刚才已经我刚才已经反复在强调了一个 我们提供了一个供应链的一个web应用程序 我们这个web应用程序 其实是帮助大家来确认底层的DLT的平台 是不是已经构建完成了 好的 明白 那么因为本身这个参考代码的目的 只是为了去测试这个DLT的部署情况 我相信这个不会有太多真实的案例 和Spawn的那个理念 那么 好的 这个 这个是这个回答 那么buff在本地部署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就是说 其实它的部署目标 其实是允许在跨云之余 还允许只是要部署到onpad的target上面是这样子的吧 不好意思 请再重复一下刚才那个问题 好的 我的问题是说buff可不可以做到本地部署 只要在本地部署上面允许构建一个正确的一个Kubernetes集群 那么buff就可以在Kubernetes集群上面进行一个部署 原则上面是这样子的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是buff支持可视化的web界面吗 那么目前为止buff还不支持任何的web界面 如果这个用户的问题是buff是不是提供任何web界面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配置文件的一些操作的话 目前是没有这么一个功能在 然后也许可以加一个我们经常用的一个dashboard Kubernetes Lens 就可以有一个可视化的关于你的这些pod和你的cluster的一个界面 有个匿名观众也问了他之前说我如果对一个国民化改造的fabrik 然后它是本地构建的一个进行 就是说我这边演讲开的问题就是我们buff能不能支持不同的Docker Registry的登录 或者说是这样子进行的就是指向自己定制的可以吗 可以支持可以支持对就目前为止从我们内部来说我们使用的是Docker Registry 那么buff当然也支持一些私有的一些Docker Registry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刚才的配置文件里面 其实有一项用户是可以定义哪个Docker Registry 包括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是都是这个已经在我们的配置文件中已经提供出来了 那么简单他也提出说对一个跨系群的区块链说他想这个用户是OK 那么简单他也提出说对一个跨系群的区块链说他想这个用户是OK 我给 you the back to so back hi David hi so sorry what's the question so it's the trade war questions the cross cluster blockchain is it answer already oh yeah I was just writing it anyways we can answer it live that yeah so the user or whoever is deploying they should be able to connect each of the clusters but the BAAF as I think you explained BAAF uses Asia proxy as the ingress and egress controller so you have only one point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from each cluster so yes the user has to be responsible so that one ingress one HAProxy can be should be able to talk to another HAProxy 那么我这边快速的翻译一下 基本上刚才秀那个说的话就是在每一个Kubernetes的集群里面呢 我们是使用HAProxy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通信节点 就是我刚才也介绍到了HAProxy它主要处理进入和 主要处理Kubernetes所有的输入和输出流 那么如果如果两个不同的fabric network 它们如果是要相互通信的话 必须保证底层的HAProxy是可以相互通信的 那么这一点呢是需要用户自己进行配置的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是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是Buff支持离线部署吗 我不知道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Shana刚才又说了一下 她说如果你只是用一个Kubernetes Cluster的话 然后不需要联网的话 那就可以的 OK OK I'll answer the other question as well Workflow to update a network so I think Yungshi You are sharing screen you can share so from our read the docs if you go to the operations section we have the groups of how to do each of those operations like like adding a new node adding a channel adding a new organization adding a new order or to an existing order so all those things are there yungshi so if you can share your screen to the read the docs document Yu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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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这个ReadDoc这个网站提供了一些非常细节的 一些信息对于每一个不同的DLT的平台我们都有进行一个详细的描述 那么用户如果想从使用的角度来了解如何使用Buff的话 他们首先应该看的是Operation Guide 下面的这个Developer Guide更多是如果用户有兴趣想添加新的功能到Buff里面的话 那么用户可以看一下如何使用可以看一下这个Developer Guide 也许我看还有一分钟我想先说一下在大家离开之前 如果大家觉得有哪些方面还想要做一些贡献或者Buff有一些地方 还想要更完善的话呢 大家也都可以来加入这个社群的大家一起把这个Buff建的更完善一些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欢迎大家的贡献的 对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刚才展示的Buff的那个圆码区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可以直接在上面提一个新的意见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团队会根据这些意见的一些重要性来进行排序 同时会考量是不是会把它们加入到今后的Buff的一个开发过程中 那么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感谢来自艾登的专家的分享 那么我最后有几个那个close的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 本身这个视频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是已经录制过了 所以整个overall的那个视频会随后放出来 那么大家欢迎去关注我们的HupperLudget的一些 一些无论是这个各个的官方渠道 讯息渠道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边想问一下 今天我们有个live demo 这个live demo 这个本身播放出来的MP4视频 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我这里没有问题 好的 那么还有些今天朋友也问过说我们Buff有没有微信群 那么就我所知应该是暂时还没有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微信群 不过今天可以 Today can be a good start to establish a V-chat because in mainland China it is the most convenient communication channels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extend from我们今天的嘉宾的那个活动组织群 然后从那里边拉进来就更好了 那么有兴趣的话可以我刚留了我的那个微信 然后如果嘉宾愿意留微信的话也可以留一下 然后我如果我是引流了我的 那么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就加我 然后准备你的来意 然后我把大家聊到那个微信群里面 对的Doris也会将我们今天的录制的视频放到腾讯视频上 作为一个活动视频 对我刚刚就是把那个 那个放到在那个 那么最后就是感谢大家 各位嘉宾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的网络演讲会都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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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